欢迎你收看五月九号的彩芯 Espresso 晚上好我是醒龙 大马Property Guru发布的大马2023年第二季度房产市场报告显示 暗淡的经济前进导致买家抵制高价房产 而卖家则面临出售困难 随着国家银行升息 房市需求也可能受到影响 根据报告 销售需求指数呈下降的趋势 房产咨询下降了5.6% Property Guru的com.my大马区的经理谢尔顿表示 随着隔夜政策利率OPR提高到3% 房产需求将很难上升 由于借贷成本以及生活成本升高 潜在买家也将暂缓购房计划 买家意识到了通胀所带来的外部压力 并对购房决定保持谨慎 特别是在当前借贷成本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房产价格持续升高而市场需求滞后 全球经济衰退或经济冲击将可能导致房价回调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房价将因为反映市场需求而出现价格调整 赫特加昨天宣布官场下到一众手套股之后 今天公布截至3月底第4季业绩表现 由于虽亏实赚 带动了手套股迎风起舞 赫特加第4季营业额减少47%到5亿1574万令吉 在收入减少之下 该公司也因为关闭旧厂房 而减寄3亿4700万令吉资产 加上能源以及雇佣成本提升 造成该公司净亏损恶化 从1亿9815万令吉扩大到3亿0276万令吉 赫特加尽管第4季净亏损恶化 股价却因为业务展望改善而绝地大翻身 盘中一度大涨22%或41仙到恶令吉28仙 最后守住恶令吉26仙挂收 全天大涨21%或39仙 跃上涨价榜第三名 并且是热门股第七名 成交量超过了6476万股 其他手套股也受到提振 顶手套涨15%或14.5仙 重回1令吉以上保1令吉09仙 是第二热门股 成交量突破1亿股 另外高产倪平起12%或15仙 保1令吉37仙 速补马涨10%或8.5仙 收报94.5仙 来关注三月工业生产指数IPI 制造业和采矿业产出双双走高 带动三月IPI增长3.1% 虽然成长率逊于2月的3.5% 但还是远胜市场预期的0.7%增长 大马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 穆罕默·乌兹尔表示 制造领域扩张4.1% 采矿领域也反弹0.8% 抵消电力指数萎缩0.3%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大马三月IPI涨幅比市场预测高 不过经济学家指出 大多数制造行业增长实际上失去张力 出口和国内导向型行业的增速均减 因此下半年经济还会如预期般放缓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